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前津津喜劇工作坊的排練場地 他們會在7月22日至31日 在這一道歐盆劇場上演 《岸內人, Hong Kong Shima》 每個人都說日本是他的故鄉 難道日本真是個個的故鄉嗎? 那我的故鄉在哪裡? 不如看看他們的排練,找個答案 《岸內人, Hong Kong Shima》這個戲名的意思 我先拆開去解釋 《岸內》就是資料的意思 《岸內人》我們可以當作是一個嚮導 Shima在日文就是島 但就不是香港島的意思 我是想將香港和日本這兩個地方 找一個名字去將它混合 Hello! 早安! 歡迎大家回到Hong Kong Shuma Fan 大家知道我在哪裡嗎? 猜猜 哇! 沒錯,我現在就是在 蓮倉七里斌海網附近 這次的創作,無論是創作相和排練相 對我來說比較深刻或者 我要花多點工夫去處理的就是 夢境和現實的交接 因為這個戲的背景就是 我創造了一個角色 它是一個虛構的時空 在這個時空都有一個疫情籠罩住 這個角色就中了病毒 它就需要隔離 這個病毒的性質是很特別的 就是中了就會失憶 那時候就覺得很特別 誰知道出現了Omicron之後 原來中了真的會失憶 對,我在電影裡面就是會做Larator 同時我就會分演很多不同的其他細的角色 有一場很深刻的 就是我們兩個Larator 要不斷在主角身邊 就像一些隱形人或精靈一樣 去影響他 影響他的思考 或者影響他身邊的一些細的物件 那個默契和那個關係 那個場面的流動 是很有劇場性的 我就是那個案內人 我主要其實是一個離開了香港 去了日本發展自己的一些事業 慢慢就發展到 透過電話去跟香港的人 或者不同地方的人 帶他們透過鏡頭去看日本 感受一下 如果各位,你們認真一點的話 你就會發現 在不同的縣 或者大城市以外的水 都是很不同的 而他逛街這個過程中 他同時也發了很多不同的夢 他就是大家都在一個夢中 其實就找回一些忘記了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好 你是誰 你是誰 阿森呢 阿森 對呀,你現在打給我電話 就是阿森的 我看到他的影片 是顯示香港出馬的 所以我有想到會不會是他 不是呀,我不是他 是的,他也跟我說過你 比較深刻就是有一幕是關於一個夢中 其中有兩個角色 他們就在看一個日本的燒大智火的文化 透過那裡其實裡面有一些綠 在裡面就會有一些叫喊 好像有一種 好像是個角色會跟動物有一種互相呼喚大家的時刻 2021年12月的時候 做過一次讀劇 當時那個劇本都未完成 都還有一些東西要摸索 因為這次我選擇了一個比較跳躍的方式 會有兩個 他們是故事的聚述人 但他們同時都會利用一些現場的音樂 去營造一個環境轉換的氣氛 時空的轉換和一言一語 好像有些雙聲的感覺 那個節奏是跳得很快 但當你到真的要做一個製作的時候 空間拉大了 那些節奏就不同了 就要去再調節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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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